又到了一年一度种植蓝莓的好时机了 你想不想您家的盆栽蓝莓挂满枝头 那么一定要看完我的这个视频 哈喽大家好 我是佛山二花匠 这两天有朋友问我 现在还能不能种草莓 因为最近呢 草莓的价格在不断的涨 在外面栽草莓基本上是60块钱一斤 我给大家一个建议 不要种草莓了 为啥 因为你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时机 草莓的最佳种植时机 应该是每年的国庆节之后 现在呢 已经过了整整两个月了 现在在种呢 您只能享受三个月左右的时间 而且呢 只还要种的比较好才可以 现在最适合大家种的植物是什么 蓝莓 尤其是买回来的苗子 超过四年以上的苗子 那么恭喜你 蓝莓您应该可以实现蓝莓自由了 当然蓝莓想要种的好呢 冬季有几个事情一定要做的 哪几个事情 这蓝莓的叶子呢 在冬天是一夜变红 一个晚上所有的叶子变成红色了 这是正常的一个现象 慢慢呢 这些叶子呢 就很快会掉落 掉落之后呢 休息一段时间 您就会发现 春天来临之后呢 您家的蓝莓 应该就开始开夸结果了 冬季种植蓝莓 有两个事情是不能干的 第一个是千万不要修剪 我们剪的时候呢 可以把那些枯枝败叶剪掉 但是千万不要在冬季 给蓝莓 尤其是主干上 做任何的修剪 很多新手呢 网上有专业的人是教他 一定要怎么剪 怎么剪 但是我告诉大家 我种蓝莓 已经种了有五六年了 这五六年来 我总结了很多的失败经验 其中一个就是冬季修剪 千万不能剪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蓝莓是一种非常怕 钙肥的那个植物 千万不要在种植蓝莓的时候 给它喝任何的钙肥 它不是百香果 不是草莓 他们喜欢喝钙肥 但是蓝莓不能喝钙肥 蓝莓是属于一种 非常喜酸的一个植物 在我种植的所有果树里面 蓝莓是最喜酸的 它的酸性程度去到四左右 这个酸呢 跟你家的米醋差不多 因为米醋的酸度呢 就三点五 所以呢 其实我们可以整瓶的米醋 给它喝都没有问题 当然这个是夸张说法 一般情况呢 我是每天都要给 往蓝莓的水里面 加入两勺的米醋 然后呢 蓝莓就能长得非常的胖 不用其他东西 更加不要用钙肥 蓝莓呢 属于一种生活在 沙制土壤的环境下的 所以我们养蓝莓呢 尽量不要用太多 吸水的材料 比如椰康 这些都不适合拿来种蓝莓 我在很多种蓝莓的 专业库 大棚里面 我就看到 他们甚至把蓝莓 种在狂土地里面 而且连性比较猪 但是也有沙子 但是绝对不含水的土壤里面 就是这种环境下 蓝莓也能长得非常好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盆栽蓝莓 您记住 千万不用用椰康 等等的材料 有朋友问我 为什么蓝芳 种蓝莓有点难度 其实原因就是蓝莓 它需要一个短暂的 低温的环境休息 它跟我们熟悉的樱桃呢 或者车离子差不多 樱桃车离子呢 它需要基本上是两个月的 冻土时间 但是蓝芳 像佛山这边没有冻土的环境 前段时间几天冷了 最低温也就五度 其实蓝莓也一样 它需要一个低温的环境 低于八度以下 需要就可以休息了 每年起码有两到五天的时间 是低于这个温度 蓝莓就能长得非常的好 既然冬天不能修剪 是不是冬天我们就养蓝莓 就啥都不用干呢 也不是的 一般情况我在冬天呢 会给蓝莓 蓝莓的盆土上面 铺上一层薄薄的蚯蚓粪 或者是羊粪 这一袋呢 是蚯蚓粪 那个羊粪 发酵好的羊粪 直接铺在上面 这羊粪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营养物质 同时含有很多的有益细菌 对于蓝莓来说呢 冬季有了这层羊粪的保库 保驾护航 那么来年的春天呢 这个蓝莓就很容易挂满果子 蓝莓是我目前认识里面的少有一种植物 是不能吃不能用那个钙肥的哈 鸡蛋肥啊 记得鸡蛋壳那个肥料 千万不要铺在蓝莓上 要不呢你会发现 您家的蓝莓呢 很难挂果的 最后要说的就是 现在的确已经过了 草莓一个最佳的种植时间了 现在可以种 但是呢 您要考虑可能今年的挂果呢 就没什么果子了 等明年吧 所以呢 现在其实我觉得 大家如果实际上想种 您可以种蓝莓 网上买那些三年五年的蓝莓就可以了 找一些商家信誉比较好的 三年以下的蓝莓也能种 只是呢 它的果子产量呢 可能会很低啊 因为我种过好几棵 因为像这盆蓝莓呢 您看这个就是当年的蓝莓苗子 我不计今年它产量会很低 而五年以上的蓝莓苗子虽然有点贵 但是呢 就像我这盆一样 已经开满了 挂满了花包 到时候今年的春节呢 它就还会正式的开花 等到清明附近呢 就可以摘蓝莓了 所以盆摘蓝莓一定要学会 这个时候最佳时机 好了 今天简单介绍这里 我是佛山二花匠 感谢大家 拜拜